MING PAO TORONTO 來到這個位置是一定要重點介紹的 因為是我們女人的天地 所以整間屋我最佔心的 就在這個位置 雖然我已經傳達了作為客人的我的意願 例如這張桌子我要這樣 或者是這樣的顏色 但是真的要靠你們 才能夠把整個廚房 甚至飯廳看得比較大 當然Kavin就用了鏡子 這次美人做女人的廚房是天下 所以我們把廚房加大了 我們除了把原有的簡單格局 Bit and Lash 之後 我們把飯廳和乾廚房二合一 所以把飯桌延續了 便可以看到現在的飯桌的格局 而且為了把空間呈現得更大 我們用了很多茶色的鏡子 而且把廁所都遮掩了 所以這次會造成了 所以這次看上去比較寬敞的方式 我自己很喜歡 除了是Incube幫我做的 這個L-shaped solid surface 的一個飯桌之外 我覺得將一個Island 和一個桌子 薄在一起就可以省位了 另外我自己很喜歡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雙型的風扇仔 是的 可以解決了我們廚房 都會遇到問題 通常廚房公司 會按Aircon或者風扇的 又開這個飛機螺旋掌型的 防MSB的風扇 它就解決了很多這樣的問題 是 因為它比較小 可以放一些角落頭的位置 甚至中間位置 你都會覺得它很漂亮很特別 是 另外LSB就是剛才大家聽到 看到那個叫做 雀仔型羅掌的方式 只有雙翼的 雙翼的 這個是雙翼 但是你不要看它雙翼 它都很大風扇 而且是比較靜的概念 就是你開到最多的 你都不會弄成 甚至這個螺旋掌的風扇 其實都是很靜的 是 很大風扇 不是開玩笑 另外一個朋友來到我家 覺得很搶眼的反而是 這兩盞鑊頭燈 鑊頭燈 我自己比較鑊頭感 是的 雖然它大 但是燈光打出來 是剛剛好溫和的 是不是 我都很喜歡 而且現在這個Train 就經常將飯桌 叫做兩盞 所以就排除了單獨的一盞 而這次美音的盤頂 我們就一樣用兩盞 當然也一樣用黑色 所以就 將那個感覺帶出來 對 給它出一點 對 當然在我身後的這個儲櫃 VCube的儲櫃 我都真的想了很久 我跟Cathleen都談了很久 在顏色取捨的方面 是的 當然Cathleen用了一個concept 就是上層和下層的顏色 其實不一樣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配合我們Urban Nature 這個concept Urban是比較多視一點的顏色 所以我們看到有些銀色 或者叫白金色的 下座我們用了一些灰色 或者叫做暗色的 那這種顏色呢 就是把你除房的感覺 搭實了 因為Urban Nature的感覺 是很搭實的 Earthorn的 對 所以下座我們就比較深色 上座的淺色 是把整個除房的格 輕盈一點 看得上是不會那麼高 整個東西就比較靠一點 和輕盈一點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為什麼我選這兩個顏色 都是因為它吸引 對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 有些東西你看前幾年 你就覺得成了 但是這兩個顏色 自使開NAS的20年 看久了 你都不會覺得outdated 對 這兩個顏色的確是比較耐用的顏色 對 今次我也很感謝Incube的 就是我特別要求 它做一個custom made的basing給我 custom made的洗碗盤 因為其實我都是在我朋友偷師回來的 就是一set過 就不需要另外再買一個 升款放進去的感覺 那大家其實都可以試一下 它都有很多好處 這樣做的 起碼排除了我們那種叫output的basing 起碼有那麼多辣 門織那麼多髒 所以這樣就會正常 你的前廚房看上來 就會很乾淨 是 其實如果你看看我整間的accessories 除了燈 風扇 就連電器我都選黑色 感覺上就會是一系 一系 對 譬如我們這個 ESH shop的雪櫃 雙門雪櫃 另外就是4TOW 我一會兒會進去看一下4TOW 怎樣很high tech 可以開開心心地煮一頓飯 我們進去wet kitchen看看 這個就是4TOW送給我的一套抽油煙機 其實很簡單使用的 因為現在都用touch screen 沒有touch screen 所以習慣了 所以是很容易用的 就連我奶奶都會用 這個很明顯安裝了 只要按這個按鈕 變身 它就會在這裏吸煙上去 這個是比較modern的一個style 另外 其實如果你們平時要做廚櫃廚房 那些 你真的要很了解你自己平時煮飯的那些 手勢 或者是你們用開左右邊 譬如這邊要煮東西 左邊要放東西 所以你真的要好好跟你的interior design 或者是你的廚櫃師傅去聊一下 要不要畫個圖出來 千萬不要做了之後才會很灰 其中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wet kitchen 就是clean guard 這個其實就是攪拌的 攪拌機不是我們平時打辣椒 打蒜米肉那些 攪拌機主要是打一些垃圾和雜物 譬如一些蘋果皮 或者是你煮了的 一夜一些菜渣 其實可以全部放進去 這樣就是把它打爛 之後再沖水沖走 那其實我們這些摩登事業類性 就方便很多 至少你不需要每天都要放垃圾 每天都堆一堆垃圾在廚房上 全部可以用水沖走它 我想知道更多關於顏尾外巢的一個詳情 我記得買8月份的Creative Home雜誌 有我做封面的 同時可以聊聊他們的網集 或者是登記他們的iPad Application 或者是登記他們的iPad Application 或者是登記他們的iPad Application 太詳細了 具體感電力 很久